来到奋起湖游玩 不少游客都会来买一份著名的铁路便当 阿良铁之路便当本来是卖给采茶的人 以及搭火车的旅客 随着观光兴起 经过许多媒体报道之后 逐渐广为人知 变成游客的热门料理之一 这里的铁路便当 青菜都是使用的 有机高山蔬菜 吃起来特别爽脆 招牌的红糟排骨便当里面的红糟 是老板自己制作的 和排骨一起腌制之后 炸得香味四溢 吃起来相当满足 下次来到奋起湖旅游 不妨点份阿良铁之路便当 让你的旅程更加生涩